灰达大涨 超微大涨 这两个都大涨了 台北股市AI没什么表现 AI三雄还翻黑 元宵会不会变盘 真的会吗 还只是内容转变而已 美股昨天大涨的过程当中 是所有的股要都大涨 不是只有AI 原因在哪里 MWC涨 有什么股票 在下个礼拜会开标的 选择补涨股 有基本面的好股票 跟着我来 请赶快看我们的 免费的会员原因 注意我们的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投资朋友掌握全世界 这些股票很重要 我还是那句话 股票市场上就是 有时候你会很为难 你要那个基本面很差的 标翻天 亏损年人的 你越敢买越涨 有赚钱的 财报很好的 普普 但是就好像说了 这个元宵节会变盘 我看美国股市的财报告一个段落 终于告一个段落了 想也不用想 就是 我那就是回答 那回答 高盛说 回答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股票 他也没有浪得虚名 他真的是大涨 台北股市呢 有没有跟上来呢 台北股市有没有跟上来 这个就很奥妙了 你跟上来是怎么跟 我们等一下把内容看一下 那 大概还是那句话 股市总是要怎样 回归基本面的 那怎么说 8059的 像这种 8059 记得吗 我稍微没有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特别你知道这个股票 从几块钱 从这里13块 才一个多月而已 就涨到43了 亏损的公司 没有赚钱的公司 原月营收啊 年减89 月减75 股价这样子 没有赚钱的公司 他也不算赔啦 就是没有赚什么钱而已 他的营业利率 是只有 付的50 这股价能够怎样 你自己想一下 你赚钱了 我们最近跟大家讲 我还是非常抗好像 这个好不好 股价就停在这些没有动 对 他是赚大钱 然后获利还创下2008年新高 2453的也是一样 就跟这边整理啊 就跟你在那边整理啊 就跟这边整理啊 对 他 原月份越衰退 可是年增啊 越衰退又怎么样 这很合理的啊 因为去年是他 12月是他的旺季嘛 可是他年增呢 比方说他今年 仍然是年增的啊 去年就写下历史新高的 EPS嘛 这个就是 股市就是这样 就是我说的 就是这么奥妙 就是奥妙 好 但是欢迎投资朋友 你加入我的Nine 还有我们刚刚录完 这个 我们这里面都很精彩 但是我们今天重点 你要记得加入 赶快去加入 免费的 那也告诉大家一件事 这个 因为中国已经加入这个战场了 中国的还有很多股 这个你不觉得 这个美超委涨三十几% A23没有涨 路行之就说了嘛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提 那所以你这边内容 就要知道 什么有补涨的 轮涨的 的那些股票 我跟你讲 很多股票什么 什么 8182 你看那个大真空 这个莫名现在是多少年了 突然就这样子 多少年了 突然这样 那如果你在 再更久 就是财报不怎么样 通常他动的话是 6962大真空 白星库 他是没有 他就是长期整理的股票 也没有大涨 日本股这么强他 那突然间就轮到他 然后涨三天 那今天开始拉回 我跟你讲 如果除了大真空继续涨 或者金工艾普森继续涨 不然的话 他可能又要好几年这样子了 就是每个股票就这样子 突然间这样不合逻辑的 3622的 其实就是你自己想 现在哪里会流行触控 对不对 他之前跟他长这一段 不要这样 这个四十几块长到七十几块 那开始这样子了 可能未来好几年就这样子 这都很奥妙的 有些将来会很有题材的 你现在要做将来会很有题材的股票 好了 那个 我说过嘛 加入我们 我们有给你做最好题材的 而且一定有基本面的 一定有基本面的 总部老师做那些没有 所以你看很多老师 突然在讲安国 不知道 对 都没有基本面 我们都没有 这几个人敢说 然后大家我们现在来看 道琼 道琼 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可是背离 指标还是背离当中 还是持续背离当中 好 那斯达克呢 收盘 创新高 但不是历史新高 那这个呢 历史新高 我直接跳空上去 历史新高 被标普呢 也创历史新高 全部都是 灰达的功劳 高盛说 灰达是全世界 最重要的股票 来 名不虚传 可是 有没有什么疑虑呢 将来再说 中秋变盘呢 会往下吗 当然不会 开什么玩笑 怎么可能会呢 正是你大买的时候 有拉回去 一定是大买的时候 这行情 三月中开 三月底之前 看怎么样 但这个 还久了 三月底 我们一段一段做 那如果一路给你 美国一拉五月份的话 那下半年就难看了 就是大家担心川普当前 上半年赶快拉一拉 那 那回答 财报公布完了呢 就没有 就没有财报的问题了 现在都没有 最后一个 大家讲 最重要的 也是最后一个 公布的回答 那下礼拜就是什么 就是回到联准会的 的会议政策 那联准会议政策呢 你看 就四点三了 我说过四点五 就很不好了 这代表说 他短时间不会降息 那就会回到联准会的会议 来决定股市了 懂我意思吧 你回答公布完了 那公布完之后 如果建高点 你看那个META也是一样 免苏META META 他还是 他是 来 我们看一下 他就这一个 之后就 就算昨天涨创新高 也是小小而已 他就是在这边而已了 这个就这样 就是公布完这样 他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昨天是被带动了 他也涨不多了 涨不多了 因为他也没有跌 就很象征你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 我忘了放 忘了吗 好 没关系 回答 回答 没跌 全大涨 全大涨 跳空大涨 他本来连黑棒连四黑 但是是跌三天而已 这大涨 我照照 美超围 我回答 全世界 高盛说是全世界 全球最重要的股票 他也没给你漏气 没有让你漏气 那财报到这里 就全部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股票 最后一个公布 这样可以吗 最重要的股票 给你拖了那么久 最后公布 最后公布 那超围呢 超围昨天大涨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他是他是斗形上去的 他是横向整理的 那华尔街认为说 他斗形上去都要一定 像大家看到一千块 也没多少 那一成多吧 好那边整理好了 那他会 他会紧跟的上来 因为 各家 各家大厂都 慢慢在注意的晶片 他如果 纯粹是 一般的 一般型的晶片的话 那超围是有竞争力 补充力的 所以没有因为 贵达大涨的超围不怎么样 他一样大涨10% 他反而很机会的 所以我很看好威胜 MDAG长 威胜集团的 美超围大涨 我像这样子有没有大涨 那你看到什么 然后诺文诺的药厂也大涨 创历史新高 所以减肥药的 制药大厂 这制药大厂啊 小厂是还好 制药大厂在美国很 很有 很很很整加 美国那个 AI生技有没有 哇飙翻天啊 我们都没有到台湾 我们台湾只有科技股而已 那什么时候会变 是不是在元宵过后就 就有了 我们也不知道啊 但是知道这个国家正在救世 这个国家正在救世 这个国家 开始有人在买 那这个国家涨的不会 不会是科技股 因为还在被美国制裁 那这个辉达 我昨天说过嘛 辉达说中国晶片 它从33%掉到只有个位数 所以这个中国 不用它了 因为中国它认为 它自己做就可以了 降规版的它不用 你要就给我高阶的 高阶的被美国制裁 那商政指数 今天因为我来的时候 上分指数在平盘 所以我这是昨天 我就没有印 我来的时候在平盘 那台北股市 9万9公亏一亏 元宵怎么变 会不会变 是电子继续来 但是不会是空方啦 不会是空方啦 量也没有失控 率也稍微增加一点 怎么变 怎么变 因为美国股市 是全面性的大涨 全面性的 怎么海运股也大涨 它并不是说 只有涨到科技股 但科技股因为反弹 回答跌了它上来 反弹比较多 备办的关系 会办小市场 你看那个原物料的 美国旅业 什么一大堆 全部都飙上去 海运股最强 美国生技股 部分的生技股 狂飙十几二十% 当天这样飙 而且都创破断新高 美国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是只要这样子 但是你看那个小辛苦的内容 你也不觉得有点怪怪的 好功贵一篑 台积电 还好 我觉得它长得不是 长得不太动 我觉得它长得还好 那 伪创呢 你觉得这个 美超会长成这样 这个这样 你觉得可以吗 你觉得可以吗 我只问你这样子 对就入行之说的 说因为我们的 AI晶片没有跟上来 AI伺服器没有跟上来 他们大概六成左右 都还在传统的伺服器 所以去年就是有点炒作了 那广达已经跟你讲了 我要下半年才能够慢慢的 多增加一点AI伺服器 但传统的伺服器不怎么样 就没有再带来营收 所以广达营收连续两个月衰退 那一月营收还是十几个月的低点 所以你看不怎么样 我们再做比较法就知道 大家都说 美超会是这样 人家这一段是这样子 人家这一段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是这样子 有来意识一下 这个差别在这边 那就来了 会不会下礼拜升级股有机会 我这个要观察一下 我不敢跟你说百分之百 因为搞不好礼拜一 AI三前后大涨了 那如果今天美超会不动的话 AI三前后 你最好机会涨 你不涨就被人家 你最好机会 这样标上海都没有 都表示说有人在 在出货 出货 是不是 然后海运股 我说过 这一线升级 这个话我曾经在2021年 那航海王大涨之前 开始开始涨的时候 没有 我听到他说 疫情过后 给海运股一线升级 海运股在疫情之前 就2021年之前 大概有20年 什么鸟样子 完全不动 谁在做海运股 就2021年的疫情之后 开始慢慢复苏解封 然后海运股开始涨 当时就说 海运股本来就很不好 一线升级 然后海运股就狂飙 他叫航海王 你看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长龙几十个月 几十个月的年终奖金 几十个月 已经主管一早起来 那年转播进来 好几百万七八百万 也才一般型的主管而已 当初也是这样子 那有没有再机会呢 长龙呢 我有机会存 那长龙这个样子 然后那你慢慢来 那长龙这是我们每一次 我们到现在还持有 今天本来想说过高点要调 结果没有过高点 就先抱着 那长龙外资是大买的 没有过高点 急什么 我昨天问你一件事 你现在要买长龙 还是要买台积电 那就是我说的 长龙上台积电下 对不对 那台积电目前 你是要让台积电再涨10% 那比如说台北股市 会涨10% 2万点 那预估台北股市2万点 要么是今年 要么就是明年的事 现在万九 最后一里路 要2万很难的 你要么就是今年底 要么就明年的事 2万点 所以台北股市的指数 如果再涨1000点 就2万点 目前大概评估最好 就是2万点今年 所以接下来本来变慢 那变慢的责任在谁身上 在台积电身上 台积电不是会大跌 会整理 那你要赌 但是多头没有变啊 一上一下 你要赌长龙 来赌台积电 这最狠 老师我可以买别的啊 不是不是 我们纯粹从大型股 这两个来做比较 台积电 外资昨天 昨天买了2万张 所以说 反正说这种股票 你可以 几万张买都没问题 我有客户买 长龙的话 一买买300张500张 其实你叫他做别的 他没有兴趣 有的客户是 外科医师啊 每天你开桌 过去那看 当冲隔日冲 是不是 他最爱买这个 最爱买这个 把妈做 你说有做对吗 加到加 1.5倍 为什么1.5倍 因为有买有卖嘛 1.5倍 这里到这里 至少1.3倍 总有吧 这里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 这是八十几啊 这是一百六十几 一倍以上一定有吧 是不是 一倍以上 一倍以上 那我过什么 有买有卖嘛 这是昨天的 那今天的 没有跌嘛 没什么跌嘛 那下离开 搞不好他又冲上去了 为什么呢 你去看VDIVCI 散装指数嘛 你看美国那个 那个散装股都 都飙飙新高了 伊格尔航运啊 美申航运啊 日本三大航商 早就创历史新高了 你说会不会再有航海王 那就看他怎么讲了 看他怎么讲了 是不是 看台积电怎么表现了 只是说我们逻辑来推理 如果指数是两万点 大家都是年底两万点 我也是大概估计这样 这过程什么时候 或者如果上半年两万点 那下半年就不好了 就是美国股市科技股的意思 那如果是两万点 就要存一千多点 一万九一千多点不多啊 那反正说台积电会 涨势会变慢嘛 那他会不会有机会 他会不会有机会 就很有趣了 这个漫长的过程 搞不好造就一个 一个大的航海王出来 为什么呢 我再讲一次 我在疫情的时候 航运谷刚开始起场 也听说 听说疫情 我昨天跟你讲 这红海危机 疫情爆发 给航运界一线升机 现在这几个字搞为 红海危机 红海危机还没结束 对 危机结束之后呢 大家抢着要过 可是运费 就是因为 你股市为什么涨 因为 什么 那个PMI什么 都上海景气复苏了嘛 那更要庞大的运量 那这些运费都有的 为什么担心红海危机 早就跟你签了 就已经签了高价的运费 在那边了 就好像重电 重电为什么 因为他跟台电的签了 长期的合约了 这个钱每一年 每一年增加的分布 在520之前 他重电没问题 加上全世界啊 我跟你讲 全世界现在 有一个东西叫U矿 是做核能的 原子弹的核能 都要用到U矿 U矿一直在飙高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现在都在搞 叫什么 核电厂 美国也在增加核电厂 三星自己做 自己说要自己要做核电厂 要供给它三星的电力 你看那个AI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 就好像那个 这个回答说 希望全全世界各国 你们都能够用AI 赶快把AI的基础 建设弄起来 电 电才是重点 所以全世界因为这样一直 现在最近开始全面的发展核电 几乎是全面性的在发展核电 那你说我们会不会变呢 不知道 这个 这个 520过后 核能政策会不会变 不知道 但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就是重点 因为你太阳人这个 因为在讨论美国太阳人也都很烂啊 中国大量太阳人更烂 是不是 那大家现在就想要搞核电 所以U啊 U矿那个U 做核能发生那个U啊 飙翻天了 加上战争 飙翻天了 那你就想说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 就是观念问题了 就是观念问题了 那如果520过后 搞不好重点就结束了 应该懂这个观念 我们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 说不定核三场 研疫啊 什么一大堆 那要修法了 那重点就 就可能涨不上去了 因为你现在没有再搞这个的话 可能核三场要除疫了 什么的一大堆的 你要研疫除疫 这除疫的话就麻烦 就只能一直在配电系统 电网系统这边去搞 也就是重点概念股掉不下来的意思 慧阳 我昨天跟你讲 四手红盘 有没有 1234 买点就在这里 第三根到四根 所以已经跌进第四根了 那问题是因为 它这里是一个支撑点 所以照理说 它就顶多来到这个区间 就是买点了 四手红盘的买点 这个 四手红盘的买点 就在明天 礼拜一 有跌就买 不然的话 它其实 礼拜一另外的阶段买点 也是在礼拜一 有没有 合理的 有没有 四手红盘的买点 有没有 四手红盘的买点 就是这里 这样因为 均线也在这个地方 那 好 文森视频 你看它慢慢又要动 文森视频 一定要有视频软体 这样叫它 资安 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非常看好 它赚钱 获利去年 创2008年新高 元月 元月份是年增月增 都双增 而且是双位数成长 那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刚才跟大家讲 这个一些股市 比较乱七八糟 这个 有没有 这个还涨 亏损念 这个也是云端软体的 刚才那个 这个叫什么 凯硕 有没有 凯硕 没有时间了 因为家里还有点事情 看一下 那华星光 我会讲 我会讲 细光子 COWAS 你现在看到 所有的节目上 这个老师全部在讲 台上在讲 细光子 COWAS 其他杂七杂八 是看每个老师的喜欢 掌听板没有的话 就随便抓一挡来讲 是都每个老师 我是讲 我会一直讲固定的 然后看好的 但是没有 摆脱不了 你现在看到 所有的 台面上老师 或者财经分析 全部都是细光子 COWAS 对不对 华星光 就是细光子 没有他就没有细光子 他跟钱顶两个 敢讲 怕什么 而且合理的话 礼拜一他更飙 除了今天晚上 美国那个 AOI 那个 英雄光天大跌 他只要没有跌 小涨没有跌的话 他礼拜一一定飙 一定冲旺气 因为 因为钱顶上去了 估计今年赚十块钱 钱顶还不仅能赚那么多 4908 这两档是细光子的重点 不是上权 有没有 他礼拜一就创新高了 那连续两次创 礼拜一开盘就创新高 他开盘创新高的话 因为他先涨停 他一定冲 除非呢 今天晚上 我跟你讲到 AOI光电 那个美国那一档大跌 不然呢 他礼拜一直接跳光上去 这是很可理的 为什么 他估今年可以赚十块钱 去年才赚三块钱之后 前年 没赚什么钱 所以他是跳跃式的成长 跟大家讲过 声帽 声帽我们卖了 因为席价的关系 席价的关系 那时候创新高 席价现在大幅拉回了 我把科娃子定位到两档 有一个声帽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 这个金元店 我这个前两天调节 在这个位置 你看今天是怎样 你看这个位置 有没有看到 我是节目上跟你讲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来到这里 是手工的买 你不要随便乱买原设 他可能在那边整理 要等席价上来 按杂确数 做什么东西 都有一个方法 然后呢 金元店 我就是金元店 跟声帽而已嘛 这个调节锅 你看连跌三天 有没有 金元店 金元店是2月16 不久前的事情吧 他还是一样 来了 今天继续飙高 留上影线 合理的不及 那一样跟大家提到 仓佑 为什么我提到仓佑 之前跟大家讲了 因为 你看他慢慢弹上来 弹上来 你看他常常弹上来 今天小福拉回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业绩年增是100多 汽车零组件在中国大陆 真的是遍地开发 全部在涨 我看到那个中国大陆汽车零组件 有那个已经涨了10根涨停板了 因为中国大陆要救市嘛 所以汽车 汽车零组件 这个整个都忘起来 那重地他们都属于15的 15-1503这四店 15-19华城 15-14的这个亚力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 没有印 亚力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 也是在那个会员影印里面 会员影印 会员影印 跟大家讲的 那这个 他基本面相当相当好 那最主要我们要讲这个 卫生集团 我昨天跟大家讲 每次卫生集团都会有行情 这是昨天的 那今天是这样 今天是没什么动 今天小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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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涨大概两块左右 大概两块左右 小涨 但是会不会礼拜一开始 就整个上去 而且机会大 因为AMD超过 所以我们MW展的话 我们看卫生集团 好 那快要下个月了 你可以赶快来参加我们 还有呢 田表 今天我刚录好 全心热腾腾的 把下个礼拜 我认为有七八成的 把握一定大涨的股票 放在这里面 我敢跟你这么说 就是我们总有个胜率嘛 有几件回答财报公布完了 反映到台北股市怎么样 那下礼拜 可能就是变成反向了 那一些都会大涨 但是这里绝对不会是空头 所以你要把握买点 免费的 免费的 赶快来加入我们的 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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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买了 就跟我赖一下 大家 看怎么样 讨论你的股票 很多股票都涨上来了 你要不要一起来讨论你的股票 那你欢迎你来加入我们 好 不管怎么样 台股新攻略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 周末假日 再次跟大家讲 请赶快加入我们 免费的会员影音 我们下周再见 本公司所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跟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小阳 勿问